大家好,感谢大家对观言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咱们来玩一玩植物大战僵尸里的玩具 那我们还有新的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具没有拆 咱们先把它们拆一下 然后呢,再一起玩一玩这些玩具好不好 那咱们先来拆封好不好呢 看看这有大植物僵尸 看看首先呢,这有一个 哇,这是什么呀 看看这是什么植物啊 哇,看它瞪的眼睛 嘴都歪了 那下面有吸盘 这个肯定还有弹簧 肯定是这样玩的 先让它吸住 哇,很紧 哇,这个盘太小了 它有点吸不住 好,这就是弹簧色的 哇,晃悠晃悠 这是一个可爱的什么呀 像辣椒 也不像辣椒 茄子 也不像哈 那它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知道吗 嗯,好 咱们先给它放在这里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玩具 这个玩具 嗯,为什么还有一个这个玩具呢 之前呢,咱们得过一个这个 是吧 它俩是不是一样的 对了,它俩是一样的 嗯,怎么又有一个呀 这是一个飞碟蘑菇 咱们可以把飞碟放在里头 然后呢,就能发射 看看这个僵尸 咱们呢 掰动这个按钮 它就可以,里头的飞碟就可以发射出去了 看看咱们发射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僵尸打倒呢 哇,没有打倒 而把它给打得 转过去深咯 因为这僵尸是个很大巨型僵尸 这个飞碟炮弹呢 蘑菇炮弹呢 只有这么小 所以呢,威力有点小 对不对 嗯,好 咱们给它放在这里 又得到了一个飞碟蘑菇 看看 看看,这还有什么 嗯,这也是僵尸 看看 哇,好吓人的僵尸啊 它俩是不是差不多呀 对了,它俩差不多 咦 这个它背的什么呀 不会是背的酒吧 僵尸还喜欢喝酒吗 嗯 一个背着酒的僵尸 哇,后面很沉 它能站住吗 嗯,让它靠在这里吧 好 嗯,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呢,也是个僵尸 哇,它背着两个像火箭似的炮弹哦 头上戴着什么 戴着一个什么白帽子呢 哇,它背的是毒气吧 你看看,把嘴都捂上了 哇,它是放射毒气的 僵尸是吗 这个不是 这个肯定是毒气 它自己把嘴和鼻子都捂上了 然后呢,想去毒谁呢 嗯,毒这些植物 是不是 好,咱们让它站在这里 哇 再来看看这块 还有一个僵尸 嗯 哇,这个僵尸 也背着一个这个 它是不是也在放射毒气呢 看看 但是呢,它没有戴口罩 看看这个僵尸 也是非常的精致哦 设计的 它也背着一个毒气蛋 然后呢 喷嘴啊 哇 今天的僵尸 为什么都这样啊 好,咱们把它放在这里 哇,它也站不住 好,今天呢 咱们就新猜的 只有这些了 那咱们来玩一玩 这些玩具好不好 看看它们都是怎么玩的呢 看看这个 很像风扇的这个玩具 是怎么玩的呢 嗯 它是一个拽子后面线 然后使劲一拽呢 它就会飞出去 但是呢 咱们不要那么使劲 因为是在这个桌子上呢 它飞不出去 所以呢 就给它转一下 哇 是不是像风扇一样啊 如果我们要使劲转的话呢 使劲转它 它就会飞出去 像飞碟一样飞出去 看看刚才是不是要飞下去了 我刚才拽得有点死劲了 呜,看看 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如果在外面玩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玩具哦 它可以飞得很远 也会飞得很高 好 咱们把它放在这里 哇,看看这个像一个吃人花的植物 它是 它的子弹呢 是要塞到这儿的 它是一个炮弹 咱们呢 咱们呢 给它放一个子弹 看看这个大子弹要塞得紧一些 然后呢 咱们对准谁呢 对准这个 对啦 对准这个僵尸 咱们要开炮咯 能不能把它打到 它的威力大不大呢 咱们来看一下 只要捏动这儿它的脑袋 它就会发射出去哦 要开炮咯 对准僵尸 哇 把它打倒咯 这个呢 哇 这个吃人化的炮弹 威力很大 是不是 刚才咱们那个飞碟 都没有把僵尸给打倒 然后呢 这个炮弹 就把它打倒了 是不是 好 威力很大 看看 再看看这个玉米 炮弹呢 看看它的威力大不大 这是一个玉米 它的呢 炮弹呢 也是跟它一样的 只要把这个塞进去 哎 塞得紧一点 然后威力才会更大哟 咱们呢 还是对准这个巨大的僵尸 因为只有这个僵尸能站稳 咱们新猜的这三个呢 都有点站不稳 来 咱们对准这个僵尸咯 也是捏一下 这它的这个头 就可以发射出去了 不要捏了 开炮 爆 哇 哇 这个威力更大哟 把它一下就给打倒咯 哇 这个玉米 玉米泡弹的威力 真大呀 嗯 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 哇 这个大白菜呀 看看这大白菜 眼睛怎么还鼓鼓的哟 它在生气 然后牙都露出来了 看看后面有按钮 看这个是怎么玩的 看看 按一下按钮 哇 它在握着拳头打自己呀 看看头还在晃 然后呢 拳头呢 在打自己的眼睛 它眼睛打着直晃了 左转右转的 它好狠哦 看看它生气了可能是 所以呢 拿自己来杀气 对不对 好 哇 生气了 我生气了 我要打 看看 它生气了 嗯 哇 再看看这个很像苹果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玩具呢 哇 有没有按钮啊 哎 有按钮 它的眼睛会动 眼睛鼓出来一个 哇 这个就是按钮 看看按开这里是什么 哇 出了一个僵尸哦 看看 僵尸从这里出来了 咯 它可以还摁下去 看看啊 再按下给大家演示一下 呜呜呜呜呜呜 僵尸还能蹦出来呀 这个可以摁下去 再来试一遍 僵尸从这里出来了 僵尸从这里出来了 开花了 苹果 嗯 非常好玩哦 好 那 再看看 再看看其他的这个 哇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炮弹 对不对 那它的子弹呢 它没有子弹 它发射不了子弹 它是一个发射不了子弹的哦 嗯 哇 还有一个 哇 像马的 是不是像一只马呀 它这个可以发射子弹的哦 咱们给它按上这个子弹 嗯 从这个窟窿眼 按进去 然后呢 是不是拽在后面呢 哇 一拽的时候 那咱们就用它来设计一下 这个僵尸 好不好 那 只要推动这个按钮呢 然后子弹 就会发射出去 看看能 这个子弹这么小 肯定 我觉得它的威力 肯定没有 之前那个大的炮弹 威力大 好 咱们试一下 能不能把僵尸打到 实际 哇 怎么子弹没有出去呀 这是为什么呢 妈妈 哇 子弹应该放在前面 对吧 对 从前面放过去 嗯 好 咱们把子弹放到前面 然后拉一下后面 对了 然后按的时候 我看这块会亮哦 好 这回咱们发射一下 不 哇 这个威力太小了 打中它这个心脏 这个位置了 但是呢 它的子弹太小了 威力也小 所以呢 没把僵尸给炸实 哈哈 好 那今天呢 咱们就先给大家演示 这些玩具 那看看咱们这么多的玩具 是不是很好玩咯 对咯 很好玩的玩具 好多哟 好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咯 好 咱们呢 都把它们往这放一下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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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